底下一个问题 老法师常讲佛教是教育 但为何现在大部分的寺院 都是烧香拜佛 或是观光旅游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目前社会上的这个佛教 四种形态里面的一种 是宗教的佛教 不是释迦牟尼佛 传统的佛教 这个要知道 它已经变成宗教了